立志要当国际有名通内的魁喜,却意外穿越变成了冥王的王妃。没想到,竟是为了给冥界之主阻挡烂桃花。于是,他四处张罗着给夫君三人好替代自己。而腹黑的冥王却在一步步的设计把他追到手。此时浑然不知的魁喜哼着小哥,小手,在顾客的头发上咔咔修剪。甚至还笑眯眯地搬来大物件,心态极好的听从顾客的意见,无比贴心地为其摆正头顶的机器。 他伸出自己那洁白纤细的小手,咔大一声,快速把红色按钮打开。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噼里啪啦的电流猛地冒出,让他喜提一拳套酥麻的马杀机。下一秒,魁喜果然嘎了,眼前出现一道刺眼的白光,直接把猛逼状态的他吸了过去。顾客头上刚擦好各种营养品,黑人问号地眨了眨小眼睛,想不明白这位美女竟然会瞬间消失。 幽暗境界中的一朵朵透明彼岸花,在这片古老的建筑中,增添了极其诡异的气息。当魁喜在这个时候醒来时,第一眼看到了走来的面具男,竟然误以为自己是来到了阎王典。 他穿着一袭暗色衣衫,衣襟处更是夸张地围了一圈黑色羽毛,那张脸上还戴着一个奇丑无比的面具。魁喜张着小嘴在心里直呼恐怖,我死的猛圈也就算了,但为什么还要死给阎王当老婆呀? 在他错愕加不敢置信的目光下,阎王却抓住了他的小手。对方低沉而又沙哑的嗓音缓缓响起。 这位姑娘,我想你有点误会。你没死我也不是阎王。说吧他便拉着姑娘的小手摸向自己的脉象,让魁喜表示一头雾水的情况下,汗流不止。 他怒气冲冲地甩开面具男的大手,那你干嘛吓唬人啊?没事倒得跟阴曹地府似的。戴着面具的冥王没有任何脑木,一本正经地扬起了下巴。这当然有在下的原因。 魁喜好征以侠地看向这人,歪着小脑袋疑惑出声。那你说说看,是因为什么?冥王在他话音刚落下,面具下的唇角微微勾了起来。 最后来了剧,因为酷。片刻后,魁喜一脸汗颜地拿起画像,一双性谋不敢随意眨眼,两只小手都被气到发抖。 所以,你是说,你被六戒第一丑的魔戒女王逼婚,情急下才把我误招来这个虚无戒当王妃了。 冥王抛给姑娘一个赞赏的首饰,可怜本王一直都遭人猜忌容颜,无人敢嫁,实属无奈啊。 魁喜身为二十一世纪公认的大眼狗,瞬间在对方的这两句吐槽中,顿时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你也单身了那么久,还不愿意真容世人,说明你也丑,你还嫌弃别人。 魁喜那只在她面具戳戳戳的小手,竟然猛地被对方反手握住。 冥王忽然凑到了姑娘面前,面具下的声音一如既往的雌性。 姑娘,这种推测可不对哦。 她当着姑娘的面把手贴上了面具,同时还在为自己解释。 她是真丑,而我不是。 冥王毫不犹豫地把面具摘了下来。 一张令所有女子为之倾倒的面容骤然出现。 一双破色的眼眸格外深邃。 魁喜顿时愣在了原地,大眼睛猛地闪出异样的光芒,利用超高的智商让自己冷静。 紧接着,她又在内心大喊不行不行,就算她长得再帅,也不是强取的理由。 更何况,画像上的那位魔戒女王,看起来那么刚。 手里还有一个那么恐怖的骷髅头。 而我这么弱机的小人类,到时候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于是她迅速回过神来,小手毫不留情地扶去对方的大手。 并且对着男人直言,我要回去。 我不要当这个王妃。 冥王对此只是轻咳两声,完全不在意地微闭眼睛。 我倒不介意送你回去。 但是,本王的幻神玉原本放在床上。 被你一掉下来时,就作烂了。 随后,又装作委屈巴巴地指了指那块玉佩。 你别看只是碎成了三块。 这玉,要想完全修复好的话,至少需要七七四十九万年。 魁喜的世界观已然崩塌,小手慌乱地扶着自己的小脑袋,一脸绝望地跪在了床上。 这时,他已经没有了初见时的不爽。 苦着小脸看向冥王。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回去的办法吗? 冥王却只起身向他伸出绅士之手。 不急不缓地示意,他把小手放上来。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幽界之人唯有借助此欲的力量,方可连通两界。 而现在,你已成我的妻,落户在了幽界。 冥王感兴趣地俯上他的唇角,接着又用指尖摸了摸他的脸蛋, 破色的眸中闪过一丝满意。 所以,你回不到原本的世界。 不妨就在这里陪我相濡以沫,厮守到老吧。 魁喜看着靠得越来越近的冥王,心里顿时慌张起来。 于是他大喊一声,别碰我。 但双脚却不小心断了一下。 直接啪的一声,摔在了身后的床上。 身体上的疼痛,让他的整张小脸都扭曲在一起。 突然他看着那四分五裂的幻神玉。 脑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于是他伸出手,立即拿起其中的一块碎片。 然后一脸严肃地把玉放到他的脖梗处。 接着看向冥王大喊,你不要逼我见血以保结操。 见他竟已死相逼,冥王也害怕起来,急忙安抚他的情绪。 别紧张,如果你真的要回去。 我有一种方法,能快速修复幻神玉。 听到他的话后,魁喜终于冷静下来。 双眼紧紧地盯着他,询问是什么方法。 冥王此时垂下眼眸,传说只有王族新生之阳气,才能弥补残玉。 所以方法就是,给本王生个孩子。 说完他便扭过头,神情充满专注地看向魁喜。 此时魁喜也在看着他,只见他紧皱着眉头,眼睛直直地盯着冥王,心想生个孩子。 果然这小子,还是缠我的身子吧。 突然他低头看向床上的幻神玉碎片。 脑中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等等,只要生出孩子就好了吗? 也不一定是我生的。 想到这他的脸上立即展开笑颜,朝着冥王伸出自己的右手。 成交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本以为他听到这个方法,会更加地闹起来。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痛快地答应了。 这让冥王一时有些猛逼,看着他满脸问号。 不过他答应了,便是好事。 以后的事,以后再想办法解决吧。 于是,冥王便朝他伸出自己的左手。 和他的双手合在一起,好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此时的魁喜一想到自己的办法,便忍不住笑了出来。 心想,只要本姑娘给你牵到了红线,还怕没人给你生孩子吗? 看着他恢复成冥王的样子后,冥王也是放下了心。 突然他的眼神一变,紧紧盯着魁喜。 只见他看着魁喜的脖子处,那里有一个小伤口流出了血。 应该是刚刚他拿着幻神域碎片伤到的。 想到这他的眉头紧紧皱起,盯着他那个伤口有些出神。 然后他握住魁喜的手,随即慢慢朝他靠近,眼睛也一直看着他的脖子处。 他这专注而又勾人的眼神,立即把魁喜给吸引住了。 只见他抬着头,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这张帅脸,小心脏砰砰直跳。 面前的男人突然越靠越近,接着便亲吻在了他的额头上。 这一幕瞬间让魁喜呆愣在原地。 心想这就要霸王硬上弓了。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冥王此时还在亲吻着他的额头。 而魁喜此时也终于从梦乡里回过神来。 他顿时瞪大双眼,眉头紧紧地促起。 见他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他紧咬着牙关垂下眼眸,只觉得心中一股怒火就要燃烧起来。 接着他用力攥紧右手,随后高高举起,朝着冥王帅气的脸颊,狠狠打了过去。 并大喊一声流氓。 只见他紧闭上,双眼不敢看他。 继续挥舞着手中拳头,奋力朝他打过去。 我要打死你。 冥王反应过来以后,急忙握住他胡乱飞舞的小拳头,然后安抚他的情绪。 别激动,我只是给你施个保护状。 在冥界行走,会有很多危险的。 刚说完,门外便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 殿下魔剑女王又来了,还带了好多的人。 魁喜立马停下了手中的攻击,震惊地瞪大双眼。 心想着来得也太快了吧。 他会不会当场撕了我? 还是组队来撕? 我还能活着回去吗? 想到这他的身体,开始害怕地颤抖起来。 冥王这时也注意到他的情绪。 便将他搂进怀中,别怕有我在。 但魁喜听到这番话,有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 现在装什么英雄救美? 要不是你非召唤我? 我会怕他。 等察觉到他情绪平复下来以后, 冥王这才对着门外的人下命令。 来人为王妃更衣。 此时,魁喜看着这张帅脸, 和她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 心中立马软了下来。 算了,毕竟这人生地不熟的, 我还是得抱紧她的大腿。 很快,大门就响起支的一声, 两扇大门就被从外面推开。 一名身穿白衣的白毛小正太, 带着四名侍女走了进来。 只见她走到两人的面前, 然后朝着她们捉衣, 看着床上的魁喜开口。 王妃有请。 而魁喜在见到面前这位白毛小正太后, 心中顿时一阵心花怒放,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她。 脸颊出现一片红韵。 于是她立即走上前, 然后一把捏住白毛小正太的脸颊, 语气中充满了开心。 蛙妮好可爱。 一旁的侍女在见到这一幕后, 纷纷变了脸色, 一脸紧张地看着他们两人。 被如此对待的白毛小正太, 忍不住开始气愤起来。 只见她嘴巴鼓起, 眼睛瞪着她。 但魁喜却没察觉到, 还问她叫什么名字。 此时, 冥王也走了过来。 在看到这一幕后, 神情也是猛的一变。 急忙走向还在捏着小白脸颊的魁喜, 然后对着她的腰部展开双手。 最后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紧领着嘴巴生气地看向她。 而面对这突然出现的行为, 魁喜也是被吓得叫喊了一声。 接着两人便在小白的面前消失了。 临走时, 冥王留下一句, 小白还是不劳烦你了。 我亲自带王妃去更衣。 很快, 她便带着魁喜来到一个房间, 等到了目的地后, 她才将人小心地放了下来。 然后立即转身砰的一声, 把房门关得紧紧的。 就在这时, 地面开始地动山摇, 魁喜开始控制不住身体左摇又晃起来。 她立即害怕地大喊, 怎么回事, 地震了吗? 冥王走向她, 把她搂进自己怀中, 然后才向她解释, 小白已经几千岁了。 她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摸她的脸了。 此时外面的场景正在剧烈地晃动着, 不时发出一阵轰隆轰隆的可怕响声。 其他在外面站着的人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询问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开始摇晃起来了? 这是一个声音响起, 好期待呀, 听说今日可以见得殿下真容。 另一人便说, 殿下有啥好期待的? 这些年的传闻还少吗? 一直以面具世人, 长相相当可怕。 我倒是想看看我们的新王妃, 听说是从异界来的, 也不知道异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据说魔戒女皇原本一心想和殿下成婚的, 现在殿下娶了一戒来的王妃,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六戒传闻这魔戒女皇行事暴虐, 手段极其残忍。 不知这一戒来的王妃抗得住吗? 就在这时, 几人的面前突然出现一道红光。 有人立即大喊来了来了, 魔戒女皇来了。 话音刚落, 一道剧烈狂风向他们吹来, 把人吹得都睁不开眼睛了。 过了一会儿, 大风散去一辆血红色的豪华马车, 从光圈中出现, 车后则跟着两对士兵。 而拉着马车的则是一只四脚巨兽, 只见他从空中朝下飞来, 随后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这时, 马车里面传来一阵狂妄的声音, 小小鼠辈也敢对我妄加言论。 说完便控制着马车继续朝冥界里面走去, 周围的人们见状, 急忙为他让开一条道路, 正怕一不小心就惹火上身。 只见魔戒女皇悠闲地坐在马车内假妹, 冥王啊我倒要看看你找了个什么货色, 竟然拒绝捅我联姻。 随后, 他看向一旁的侍从, 待会儿给这可怜的新王妃送上一份大礼拜。 侍从急忙弯下腰, 回答一句遵命。 等这群人浩浩荡荡地走进冥界以后,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殿下道, 冥王和魁喜穿上情侣衣衫, 二人携手缓缓踏下台阶, 四周忽然响起如雷罐的声音。 恭迎殿下和新王妃, 被迫打扮极其艳丽的魁喜, 紧绷小嘴站在冥王的身侧, 并在内心不停为自己加油打气。 既来之则安之, 只要陪他演完这场大婚的戏给魔戒女皇看, 我就能回家继续当童娘。 围在四周的女性吃瓜群众纷纷感慨, 天哪那是冥王殿下吗? 不会吧, 长得这么帅。 为什么之前要戴面具? 更后面一点的男性吃瓜群众也很吃惊, 那就是异界的王妃。 竟然长得比天仙还美。 爱了爱了, 站在主位上的男人忽然抬起手, 谋色极其认真的汇聚明令。 手中陡然浮现出一只冰透色的发簪。 他面无表情地递给魁喜, 令对方顺势看向簪子, 略微有些疑惑的小声询问。 这是什么? 冥王不等王妃的任何反应, 亲手把他捏在两指之间, 为其插在绣发之上。 这是我一直想赠予你的信物。 冰透色的发簪很合魁喜的喜好。 他用手摸了摸发簪的珠子, 心想这是信物吗? 还挺入戏的。 为心爱的姑娘带上美丽的发簪, 让冥王的唇角不动声色的勾起。 随后又碾了碾摸了绣发的手指。 众人再次惊呼好漂亮。 那就是传说中的玄灵花吗? 那可是要上万年才能结成一朵的花朵。 与此同时的魔戒女王, 已经快步进入了这处地界, 身边跟着一位战战兢兢带路的小侍女。 魔戒女王若有所思地向对面扫尸, 但是,没想到竟然让她顿时瞳孔缩缩。 是她,这怎么可能? 那边冥王的手并没有收回, 面前的女子也在抬头注视自己。 二人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随着魔戒女王的回忆展开, 那是三千年前的某一天, 自己还是穿着粉嫩裙子的少女。 她在为了一个果子攀爬高山, 山壁上只有垂落下来的藤蔓, 令她无比困难地一步步向上爬。 谁知在她身后出现一只怪物, 张开长满獠牙的大嘴, 嘎啦嘎啦地向她身侧就要开咬。 似有所感连忙回头的小女王, 头上两根触角像雷达一样闪出一栋, 一双绣眉更是狠狠皱起。 显然这只怪物完全不怕, 刷的一下, 睁开了脸上的六只眼睛, 无数条腿啪啪地向前方猛爬。 小女王急忙向她伸出小手阻拦, 娇俏的声音顿时变得尖锐, 大胆捏出我可是魔族王鸡。 这怪物才不管她是谁, 用自己的大脑门就往山壁上猛撞。 幸好小女王利用魔力躲闪及时, 可她只是单纯躲过了怪物的攻击, 完全没预料到自己是在爬山。 于是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掉了下去。 她快速下降的身体突然被人拯救, 并用身体挡住了刮来的疾风, 令她没有了将要摔死的窘迫之心。 小女王呆愣愣地注视拯救自己的上神, 她的秀发在自己面前随风飘动。 这一刻起她的小心脏忽然剧烈跳动。 那时的上神也是一头银色的长发, 额尖佩戴一种神秘的配饰。 脖尖和自己一样拥有一块圆形吊坠。 她单手牢牢抱住小女王, 神情冷漠地伸出另一只手, 掌心快速掉出无上的力量, 使周围刮起了一阵狂风。 那股力量被她甩在了怪物身上, 无数光痕在她身上划过, 并在她的身上浮现出一根又一根的冰锥。 处理完这一切后的上神, 表示并不想搭理这位像在崇拜自己的小女王。 于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但她并未松开小女王, 夸大的衣袍被狂风挂乱。 她没有被影响到般带着她落在山下。 没想到, 在二人双双落地后, 上神直接甩开了手中的小女王, 任其吃痛地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上神居高临下地看向小女王, 修为如此低微, 还敢冒险采摘紫玉果。 小女王没有被这句嘲讽所惹恼, 反而抬起自己那单纯的小脸蛋。 一脸蜥蜴地望向这位高大的男人。 紧接着, 她便无比恭敬地跪在地上。 对着男人狂磕三个响头, 多谢上神救命之恩。 她低着脑袋不敢抬头, 但声音却是直直地从后方传出, 还劳烦上神帮我摘紫玉果。 上神却在她低头感谢时转身离开。 没有等到回应的小女王忽然侧头, 看到了向自己滚来的紫玉果。 那年, 我出遇九幽上神, 便被她的力量所折服。 她容貌英俊, 实力深不可测。 是我见过最完美的男子。 那一刻, 我决定要成为配得上她的女人。 当我继任魔界女王时, 六界各族都认为我和她是最般配的一对。 此时的幽冥界已然步入昏暗, 层层叠叠的白雾笼罩其中。 九幽上神靠在树枝上面休息, 手中还捏着一本未读完的书籍, 上方的树叶在她身旁悄然飘落。 悄悄跟在上神背后的小女王, 躲在一处大树后面不敢上前, 沉心静气地为自己加油打气。 可是就在小女王准备告白之际, 九幽上神却下凡力解了。 于是, 她也化身成为了一名普通女子。 忽然出现在嘻嘻囔囔的街道中, 悄悄悄地打探上神的踪迹。 就在她寻到了九幽上神时, 才发现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女人, 二人亲密无间地挑选狐狸登陆。 小狐狸被摊主雕刻得栩栩如生, 身旁的上神为她直起后端, 虽然默不作声但脸上满是宠意。 小女王当即一个不淡定, 狠狠皱眉注视前方的画面, 头上的佩饰被她不爽的气息所晃动。 她凶巴巴地在心里怒骂那个女人, 她算了什么东西? 我才是配得上她的女人。 紧接着来到了女人被捆绑的画面, 她浑身沾满了自己的血迹, 脸蛋朝下哐当摔倒在地。 小女王已经出见恶毒女配的原形, 仰起下巴重重冷哼, 今日你这件妖总算落在我手里了。 那位陪同上神挑选灯笼的小妖, 此时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只剩下一双充满恨意的眼眸。 怎么,还妄想冥王会来救你? 魔戒的结界, 外界无人能察觉其中。 两千年前你谋害我王兄, 现在又想魅惑冥王? 你这妖孽死有余辜? 魔戒女皇反手掏出了一枚真火, 红莲烈火闪烁在她的手中。 熊熊烈火反射到她的双脚, 照亮了她晦暗不明的眼眸。 随后, 对着小妖甩出自己最强大的火焰。 趴在铁网上面的小妖被烈火覆盖, 体内的疼痛令她开始奋力挣扎。 可是捆绑住自己的锁链无比结实。 小妖忍受不住蜷缩起手指, 白皙的手指竟然出现了尖锐的力爪。 小妖被火焰包围其中, 无法忍受的她化为了圆形, 身后猛地出现了九条白虎尾巴。 回忆完毕的魔戒女皇愣张了片刻, 似乎并不相信眼前出现的这一幕。 那妖孽明明烧成灰,魂飞破散了。 她眼睁睁看向二人相依相威, 并肩行走在宽宏的台阶之上。 小白忽然在此刻出现, 今日幽界冥王与王妃大婚, 接下来是参拜祖神仪式。 诸位宾客可以同前往三图河见证仪式。 魁夕有些不解地跟在冥王身侧, 很快看到了前方的暗红马车, 不禁疑惑反问, 这是去哪儿? 冥王直接一把将她抱入怀中, 眉眼深情地注视眼前的女子, 一只飞马拖着后方暗红的车厢, 几个呼吸间就飞到了空中。 幽冥界君主世代相传的规矩, 与冥王真心相许的女人, 才能与冥王一起踏过三图河, 得到冥界祖神的认可。 魁夕露出一丝懵懂的表情, 小嘴默念真心相许几个字, 随后目光纠结地看向了冥王。 冥王早就知晓她的顾虑, 于是抛给对方一个安抚的眼神, 不必担心仪式定能顺利进行。 魁夕闻言没有过多的言语, 只是无比忧愁地目视前方, 接着微乎其微地叹了口气。 煞时间, 他们便来到了幽冥界三图河, 天边划过一道有一道的阴线。 车厢周围布满了亮闪闪的紫灯。 随着飞马带着他们缓缓降落, 周围顿时响起热闹的通报声, 冥王冥王妃驾到。 冥王早已翻身下车, 极其绅士地向王妃伸出双手, 等到她即将下车时, 直接把她抱了下来。 魁夕已经被这种动不动的抱抱所习惯。 她面不改色地跟在冥王身边。 小眼神敲咪咪的扫向周围的众人。 这时夜神和雪神忽然上前, 在冥王的对面礼貌行礼。 恭喜二位喜劫连礼。 赤月魔君和风神花神相继前来, 每个人都带有淡淡的微笑。 恭喜冥王、冥王妃。 身为冥王妃的魁夕在心中感慨。 看来都是六届有头面的人。 这家伙人缘有这么好吗? 后方突然出现一位帅哥, 粉嫩的衣衫并没有让他变得娘气, 反而平添一种独特的氛围。 只是帅哥的氛围突然被打断, 他向前方伸出修长的胳膊, 一边大喊欢欢,一边用力地挥手。 冥王下意识举起手, 礼貌婉拒了对方冲过来的热情。 粉嫩男人的这番操作, 顿时令魁夕有些傻眼。 冥王淡淡地喊了声月下仙人, 反观月下仙人挥舞双臂, 饱什么嘛,还是这么冷漠。 巨人于千里之外, 魁夕却瞪大了双眸, 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冲过来的男人。 月下仙人不就是月老吗? 刚才还十分闹腾的月下仙人一秒正惊, 有些失态的倾可两声。 怎么小王妃是被我的美貌惊念到了吗? 我是不是比你夫君好看多了? 这一问题果然引起冥王的不满, 于是低声警告月老。 你戏太多了, 差不多就行了。 站在原地双脚扣地的魁夕, 对他这番操作扯了扯嘴角, 一脸无语地注视二人。 他选择性忽视了叽叽喳喳的月老, 神态自若地看向周围的众人, 随后对着他们挥了挥友好的小手。 月下仙人双手抱胸看向魁夕, 难怪我给欢欢说这么多美, 他都看不上, 原来他早就心有所属了呀。 天地让我带来了贺礼, 我已差人送往明宫了。 当然还有我精心准备的礼物, 你们仪式快要开始了。 魁夕跟随冥王来到仪式入口, 此时的他还陷在刚才的场景中, 心想那位月老还真是有趣。 于是毫不客气地把他拽入自己怀中。 尽管魁夕吃痛般闭了闭眼睛, 冥王还是一脸吃醋的不松手, 并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 注意一态, 魁夕十分不爽地扭动身体, 小手在他面前胡乱地摆动, 略微带有气愤的大喊, 放开我你烦不烦。 魔剑女皇忽然出现在二人眼前, 神态高傲地盯着冥王, 然后掩去内心的不是。 高喊,恭喜冥王。 原本在冥王怀里想要挣脱的魁夕, 听到这个声音后猛地抬头, 整个人像是入定般没有了动作。 魔剑女皇只看向冥王, 我们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再见面是你大婚之日。 魁夕眸色有些慌乱, 逗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 这个女人气场好强, 怎么这么眼熟? 冥王带着她向对方礼貌抱拳, 魔皇今日大驾前来, 我幽界倍感荣幸。 魁夕顿时恍然大悟般微张小嘴。 魔皇妈她这么厉害吗? 居然还这么年轻貌美, 身姿妖娕, 魔剑女皇感受到了她的视线, 于是没有任何喜怒地扫了她一眼。 竟然直接被这一世的小妖吸引了视线。 魁夕面前划过一道荧光, 面露震惊之色地在心里胡思乱想。 这就是那张画像上六届第一丑的魔剑女皇。 我的天哪, 魔剑的女人身材都是这么魔鬼的吗? 看着妖娕的身段, 看着气定神贤的气场。 除了那一对奇怪的角, 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 但在她的额上莫名地和谐。 可是她的脸蛋也是绝美的啊。 她拥有卡字蓝般紫色的大眼镜, 烈焰红唇更是点睛之笔。 魁夕在心里臭骂一顿某人, 这个名欢说她是六届最丑的女人。 她是眼瞎吗? 魔剑女皇也在打量对面这个女人, 鼻尖悄悄微微耸动, 心里当下有了判断。 这气息完全就是个凡人。 魁夕原本欢欢喜喜的心情, 此时却一脸菜色的咽了咽口水。 她不会在这就要杀了我吧? 月老等人分为了两排, 在吉时已到的那刻起, 所有人同一时间闭上了嘴巴。 小白忽然在河边伸出小手, 新人起步携手共睹三图河。 不离不弃共赴鸿蒙。 魁夕内心紧张地握紧她的手掌, 跟随她一起来到了三图河边。 二人的喜福在夜色下显得格外醒目。 丝丝缕缕的银线缠绕在二人周围, 在二人紧握的双手中浮现出粉色的光芒。 冥王直直地望向远方, 发尾的流苏却零零响起。 目不斜视地告知王妃, 握紧我的手, 万不能松开。 毫不知情被带来的魁夕一脸纳闷, 微微醋眉后缓缓低头, 无比乖巧地对她恩了一声。 她带着王妃来到了河中, 二人的双脚竟然能漂浮在河水上方。 冥王不可一失地扬起下巴, 带着兴取的王妃缓慢行走。 空中的银线在二人面前快速划过。 魁夕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 在分心看到下方的异象时, 整个人竟然开始变得有些虚弱。 此时, 二人已经来到了河中央的位置。 点点星光在河中浮现, 河面上的波纹被风浪吹拂。 魁夕忽然在她耳边惊呼一声。 那下面有什么? 不行不行, 我要回去。 冥欢默默地扫了一眼下方, 快速闪过一丝不耐的神色。 别往下看, 有我在, 别怕。 他们只是渡河的亡灵。 魁夕目不转睛地盯着河面, 上方逐渐浮现出自己21世纪的轮廓。 魁夕同样也在看她河面的身影, 魄色的眼眸不知在思索什么。 刚刚散发凌冽的气场瞬间柔和。 岸边的魔戒女皇无比诧异。 三图河的水能映出前世今生? 那为什么她是这个凡人呢? 魁夕对于这些完全不清楚。 巴掌大的小脸露出一抹困惑。 随后凑到魁夕的面前, 你怎么了? 魁夕紧紧握住她的小手, 看向下方的目光顺势收回, 极其温柔地摇了摇头, 无视。 随着二人在耳边巧声交谈, 他们已经即将走到三图河的对面。 身后也是一片祥和的景色。 魔戒女皇无比肯定的清点下巴, 那狐妖已经魂飞魄散, 根本不可能再有机会转世。 不过也只是长得像大了。 河岸对面的众人, 惊呼太好了。 他们过去了。 这三图河水我们可碰不得, 找个车脸过去吧。 众人站在明界大门的前方, 灰红霸气的门框佇立在石壁上, 那些银线也飘散在其中。 明欢带着王妃走入洞内, 外面的光芒依稀透在石壁之上。 在他们左侧还有一尊闪着蓝火的石像。 他们快步来到石洞内的最前方, 一缕阳光洒在雕像上方, 小白的声音再次响起。 仪式开始祭拜幽冥祖神。 二人无比虔诚的鞠躬, 周围的星光洒在他们的肩上, 昭示了祖神对此表示满意的态度。 魁喜被迫一同鞠躬, 却在内心嗷嗷呐喊受不了。 这种仪式到底还有多久? 我腿都酸了。 上方突然响起一道拉长的声音, 在二人耳边不断回荡。 夫妻对拜极为连离。 魁喜刚向明欢的方向侧过身子, 就发现对方已经迫不及待地摆好了姿势。 就等自己与他夫妻对拜。 没想到他刚想鞠躬结束这一切时, 竟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弹。 就连手指尖都无法移动分毫。 魁喜脑中紧绷的一根弦, 顿时爆炸。 无比焦躁地看了眼自己的身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动不了?小白作为二人的主持人, 抬起小脸注视二人的举动, 身侧逐渐响起众人的小声议论。 明欢也停止了接下来的动作, 强大如他瞬间感受到不对劲, 直接利用灵力前去他的身边探查。 众人嘈杂且质疑地相互对视, 怎么回事为什么王妃不败? 难道是要毁婚吗? 毁婚一词很快传入明欢耳中, 破色的眼眸瞬间变得无神, 沉默不语地定定注视面前的女子。 只见魁喜身上出现无数红线, 在众人看不到的角落里, 一寸一寸地爬上他纤细的波梗。 虽然红线看起来比较细弱, 但发动的攻击着实强劲。 竟然让他越发不能呼吸。 昏暗的幽光下忽然出现一只幽灵之手, 在他的脖子指尖轻轻一拨, 啪啪一声红线直接断开。 紧接着他的身边出现无数幽灵之手, 不急不忙地附在红线上, 直到把他们全部划开。 那位发出红线的神秘鬼影忽然一愣, 无比震惊地抬起满是褶皱的脸蛋。 背后更是出现一股强烈的火焰。 数只幽灵之手尽数退下, 魁喜的腰间忽然伸出一双修长的手指, 为其轻轻安抚他的魂魄。 明欢再次双手抱拳后弯腰, 微微闭上自己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轻声告知众人, 他愿意。 魁喜身为当事人可谓是满头问号, 刚当出现的一系列诡异的事情, 果然令自己战二摸不着头脑。 但他还是尽快回应明欢的动作, 与他夫妻对拜, 共结美好连礼。 小白从容不迫地站在原地, 看到二人对拜后, 没有任何诧异的目光, 极其快速地仰天大喊。 李承, 明欢拉起对方柔软的小手, 周围地看热闹的众人轮番道合。 恭喜一对新人喜结连礼。 恭喜明王王妃。 明欢刚想让小白送他回寝殿休息, 没想到他却拧眉, 看向自己的肩膀。 这是什么东西? 快帮我弄走啊。 明欢当即露出一脸正义的神色, 手中萦绕出淡淡的蓝光。 那是我的灵气, 可以保护你。 葵喜才不管保护不保护的, 大眼睛无比凶狠地怒瞪明欢。 你这个恶心的变态。 快拿走啊。 月老忽然喊了声欢欢, 一旁的同伴也拉住了明欢的肩膀。 小王妃别心急啊。 借你夫君陪我们喝杯酒, 就还给你。 明欢跟随他们的脚步转身离开, 还不忘回头提醒站在原地的妻子, 乖乖在房里等我回来。 葵喜被这臭男人的灵力上下其手, 一张俏脸早已变得通红。 只好勉为其难, 装作乖巧地表示会等她。 小白突然迈着小短腿走来, 无比恭敬地向王妃鞠了一躬, 彻意备好我带您回明王请殿。 明欢的灵气还在她的身上, 此时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动作。 葵喜淡淡地看向小白, 撇着小嘴轻咕了一声。 明欢被众人簇拥在中间, 挥手示意他们跟上。 韭菜已经备好, 大家一同回大殿喝酒吧。 站在人群堆中的魔祖女皇, 直勾勾地注视前方走来的明王, 只有她并未跟上大部队一同离开。 魔祖女皇脸色有些不适, 微垂眸子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 忽然张开小嘴想要与她说些什么。 明欢在路过对方的时候, 竟然低声呵斥这位魔祖女皇, 别再有下次,好自为之。 她静止在对方的身边路过, 从未分给她一人一毫的视线。 令魔祖女皇一瞬间涌上一股不服输的气势。 于是, 她对着明欢高声怒喊, 为什么是她? 就因为她长得像那只狐妖吗? 没有人会回答她的疑问, 如同我们高高在上的明王, 只留给她一个极其冷漠的背影。 魔祖女皇早已身心俱疲, 一颗心脏被伤得体无完肤, 并且还在不断地小声呢喃。 为什么她可以? 而我不行。 她失魂落魄地跪坐在地上, 一双小手死死抓向地面。 她身边路过的众人, 竟然不理不睬地快速离开。 此时的大殿内只剩下她一人, 这处孤寂而又悲凉的地方。 无疑印证了她此刻的心情。 就在魔祖女皇正瘫坐在地上伤心时, 一个人缓缓向她走了过来, 语气中充满了忧愁。 您这又是何苦呢? 然后她看着地面上的人再次开口。 她今日没有追究此事, 是给魔皇您留下颜面。 不想两足兵戎相见。 而魔祖女皇在听到她的话后, 依旧低着头沉默不语, 浑身散发着伤心的气息。 见状那人立即在她面前蹲下身, 望魔皇殿下真爱自己, 为自己为魔祖子民。 接着她又向她表明心意, 若今日冥王真的对您出手, 臣必定是死胡宁周全。 神秘的幽云宫 助立在岩石山的最高处, 她的房顶还被挤到亮眼的光芒所照耀。 这时,一双白嫩修长的小腿, 缓缓从后面的水池中走了出来。 奎西紧闭着双眼, 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声, 没想到这里也有温泉。 但我现在还好累。 好想闭着眼睛睡一觉。 等身后的侍女为她穿戴好衣服以后, 她直接往后一躺。 但心中却充满了忧愁。 这魔戒女皇是真的想杀我。 她一脸烦躁的捂着额头, 不行不行, 再这样下去我可就小命不保了。 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才行。 就在这时, 房屋的大门发出一阵咔哒声, 然后房门便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冥王像是也刚沐浴完, 穿着大红色的浴袍, 中间大敞着露出她美丽的八块腹肌。 在看到躺着的魁喜后, 询问她很累吗? 听见声音后的魁喜, 疼得一下急忙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问她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会很晚呢。 只见冥王缓缓走到她的面前, 然后坐在了床边, 一脸深情地看着她, 自然是要早点回来的。 洞房花烛夜怎么让你等得太久了。 听到她的话后, 魁喜被吓得开始往床的里面退去, 警惕地看着她。 你想怎么样啊? 说好, 今日陪你做戏给魔皇看, 然后让她死心的。 你可别当真啊。 咱俩假成亲, 你帮我想想办法回家。 你堂堂冥王说话可得算数。 冥王用她那双勾人的金色眼眸盯着她, 表示那也得生个孩子吧。 不然幻神玉怎么办? 魁喜这时也终于平静了下来。 她紧捂着胸前的衣服, 孩子和幻神玉不及这一时。 你不能强迫我。 除非我同意。 只见冥王突然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颊。 放心吧, 答应你的我不会食言, 除非你同意。 而她在她凑进来后, 急忙伸出手挡在身前。 此时她一边躲开她的触碰, 一边露出尴尬的表情,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要不你还是去别的屋睡去吧。 谁知听到她的提议后, 冥王直接来到了她的身前,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我堂堂悠见冥王。 大婚当日去别屋睡。 你是想本王明日成为六界的笑话吗? 说完便直接将她压倒在床上。 你居然对你的夫君这么过分。 要不还是现在就要了你吧。 这话可把奎喜吓了一跳。 她双手摸着她的胸膛, 想要把她推开。 神情中也充满了慌张。 现在不行你不能反悔。 见她如此害怕, 冥王也决定不再逗她了。 于是缓缓凑到她的面前, 深情地望着她。 好了, 和你开个玩笑。 奎喜刚想要发火。 只见面前的冥王, 朝着她的额头出吻了下来。 夜深了睡觉吧。 这一吻, 直接让她的心里又平息了下来。 她抬眸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冥王, 忍不住钻紧拳头, 紧皱着眉毛。 心想, 可恶这家伙。 可这么近我怎么睡得着? 昨晚她不知何时睡着的。 等在醒来时, 床榻上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只有身旁的余温还在告诉她, 这不是梦。 很快, 在一旁的侍女便端着洗漱用品走了过来。 王妃娘娘您醒了。 先洗漱把奴婢等会儿, 就去给您送早膳来。 见有人进来, 她便急忙坐起身, 然后一脸呆萌地看着那名女子, 询问她是谁。 侍女急忙跪下身, 奴婢叫兰兰, 是王上叫奴婢来伺候您的, 奴婢能伺候娘娘。 是奴婢几世修来的福分。 听到她的话, 奎喜夸赞她果然慧之兰心, 聪慧可人。 我喜欢, 你快起来吧。 兰兰急忙表示, 谢娘娘夸赞。 等洗漱完后, 她坐在梳妆台前, 兰兰则开始为她梳头。 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让她梳一个俐落的马尾就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梳妆打扮, 很快奴婢就大变扬。 只见她身穿一件淡蓝色的长裙, 头戴一个白色的莲花, 看着格外清新可人。 就在这世门外, 响起一阵吵闹声, 奴婢便问身旁的兰兰, 外面怎么这么吵。 兰兰一脸开心地回答, 回娘娘, 冥王和娘娘大婚。 幽界百姓, 正在为冥王和您举行祈福寻街庆典, 通常长相交好的闺蜜。 会身着华服, 走在游街队伍前面, 所以经常引得百姓喝彩捧场。 奎婢立即抓住兰兰的手, 长相交好的闺蜜, 你快去寻街队伍里面, 找几个比我更美的闺蜜来。 就说, 冥王要那美人。 但兰兰听完, 却露出震惊的神情, 不过去等下龟秀就都走光了。 于是, 兰兰只能急忙跑了出去。 时间过去了许久, 魁喜在屋里都开始变得无聊起来。 她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想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 难道龟秀都不愿意? 就在她打算亲自出去看看时, 门外响起了兰兰的声音, 娘娘无必把人带来了。 听到这她急忙站起身, 让他们快进来。 只见门外三名美丽的女子, 正缓缓走进屋内, 领头的女子, 穿着一身嫩黄色的衣衫。 两侧则是一位身穿蓝色和一位身穿粉色。 来到屋内以后, 三人立即蹲下身朝她行礼, 名女晕起拜见王妃娘娘。 蓝蓝看着她们三人, 心里只觉得一阵惊慌, 醉过呀醉过, 我找来三个娇媚的女子, 来和我家娘娘争宠。 而这边一座巍峨的宫殿, 矗立在山顶上, 突然里面传来一阵声音, 打破了里面的宁静。 禀告殿下王妃给您来了三个美人, 请您去看看。 一大早就起来处理事物的冥王。 听到这个消息后, 顿时一脸震惊。 于是她立即放下手中的笔, 大不留心地朝着寝殿走去, 一开门便冲着里面喊, 魁喜那美人的事我还没同意。 话音刚落眼前的景象, 瞬间将她狠狠震惊了一番。 一旁跟来的小白, 在见到这个画面后, 也是一脸惊讶的张大嘴巴看着那里。 只见那些为冥王奈来的美人们, 竟然全部都围绕在魁喜身边。 在听到门口的声音后, 他们全都抬头看向了那里。 冥王立即走进屋内, 看向那群正围在她王妃身边的女人们。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见到来人后, 魁喜急忙伸出空闲的左手, 胡乱摇晃着, 语气中却略显慌张。 不是时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另外, 两名女子立即跪倒在地, 只剩云起还趴在魁喜身上。 冥王生气地朝他们大喊, 你们这些女人, 赶紧从王妃身上下来。 站在一旁的小白一脸呆萌看着他们, 心想这三个要是男人, 估计得雪剑当场了吧。 等那些女人全都离开了魁喜以后, 冥王便让他们都先下去, 听到吩咐几人立即弯腰行李。 是奴婢告退。 等他们都离开后, 冥王直接大步走到她的面前, 魁喜看着她的动作。 一时有些不明白她想干什么。 就在这时冥王突然伸出右手, 然后朝她袭来。 看着她伸过来的手, 魁喜脸猛的一变, 顿时变得害怕起来。 心想我去, 这家伙难道就因为这件事要家暴我? 想到着她急忙用双手挡住自己的脸, 紧闭着眼睛不敢看她。 但脸颊上却传来温柔的触感。 她心想原来不是要对我动手。 只见冥王抚摸着她的脸颊, 深情款款地看向她。 我相信倪选美人的事晚点在意。 说到着她突然将她压在了床上, 然后低下头和她对视着。 以后莫要再同别人那么亲近。 于是她急忙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但身前的人却还不起来, 紧接着便见她慢慢地越靠越近。 这让魁喜开始慌张起来。 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报告殿下有急事禀告。 听到这她才抬起头看向了门外, 魁喜也缓缓吐出一口气。 见她又再次看向了自己, 魁喜急忙开口催促她。 有事你赶紧去处理吧。 于是冥王便离开了她的身前, 垂下眼眸望着她。 那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等走到外面以后, 冥王却扶着一旁的墙壁, 然后紧捂着胸口。 小白见状急忙询问。 殿下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找人看看。 冥王摇了摇头, 闭着眼睛眉毛微微促起。 语气中充满了难受。 不用我只是被王妃气得心脚痛。 听到这话小白却有些不理解。 于是她看着冥王发出疑问。 刚刚您不是还说信任吗? 过了一会儿, 她恢复过来以后, 便一脸严肃地看着小白。 你说王妃会不会是? 抱着找美人的名义来养女宠。 没想到自家殿下竟然能想到这里去。 于是小白尴尬地看着她。 随后呵呵一笑。 嘴角微微抽搐着回答她。 应该不是的。 而此时刚刚缓过神来。 正坐在桌前品茶的魁喜。 竟然接连打了两个喷嚏。 心想难道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她回想着刚刚和云起在一起的画面。 神情变得很是浓重起来。 那婆娘不会是个弯的吧? 于是她开始仔细回想着一开始的画面。 当时几人向她行李以后, 她便叫他们走近一些。 想看一看他们的容貌。 几人听到她的话后, 也是立即起身, 然后走上前来。 但没想到那位叫云起的, 却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然后便直接将她扑到在床上。 双手开始不老实乱摸, 顿时把她搞得满脸通红起来。 只见云起将上衣脱下, 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奴婢听说娘娘要替冥王收美人。 您觉得我这个分量够吗? 看着面前这一副好春光, 她在心中直呼, 这也太可以了。 但现在显然不是看这个的时候。 于是, 她急忙表示够了。 随后她又有些担心起来。 这么火辣的, 冥欢受得了吗? 不会精进人亡吧? 谁知其他两位健壮, 也急忙凑了上来。 王妃娘娘, 您可不能偏心啊。 您也看看我吗? 选我的话, 奴婢包您满意。 看到眼前这一幕, 让她真是欲哭无泪。 回忆结束后, 她猛地站起了身, 双手一拍桌子, 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 好我决定了救她了。 这边冥王还在和小白一起探查着, 只见她拿着一根断剑。 附着黑火的剑鱼打破了帝宫的结界。 素颖已将其中的火焰封印了。 随后她将断剑放在了小白手中的盘子内, 然后看向面前的书架, 帝宫内可有一样。 小白表示帝宫内并无一样。 刺客未能闯入帝宫内, 好在当时素颖及时赶到。 帝宫已经加派精兵守卫, 结界已经修复。 但是入侵境地的刺客逃得无影无踪, 就连素颖和派去追捕的精兵也无能为力。 刺客的身份尚未查明, 但能使用深渊之火的话, 想必和魔族有关。 说完, 她抬头看向冥王。 只见冥王正站在书架前愣神, 似乎是在想着些什么。 于是, 小白再次开口询问, 殿下若是此人再入侵境地。 不等他说完, 冥王就打断了他, 只见他拿出一个红色的穗籽, 你将此物放置在结界附近。 一旦有人闯入我就能察觉。 此时, 魁喜从寝宫内走出, 直接来到山顶上。 兰兰一脸担忧地跟在他的后面。 娘娘小心脚下的碎石, 等爬到顶上以后, 魁喜欣赏着这边的风景。 然后他发现, 空中有好几处山。 然后便指着那里问兰兰, 那些漂浮的山是什么。 兰兰走到他的身边, 然后指着那些山, 开始给他解释。 那边是紫宁宫, 另一边是玲珑宫和幻羽宫。 魁喜看着那个山发出疑问, 那幻羽宫为何从未见过有人进出。 于是, 兰兰立即开口, 回娘娘幻羽宫一直无人居住。 王上曾下令不许任何人踏足那个地方。 听到他的话, 魁喜顿时好奇起来, 然后扭头看向他, 为何不让进啊? 兰兰低下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这让本就对那有些好奇的魁喜, 更加想要知道原因了。 心想这幻羽宫这么神秘。 经过一番玩耍, 魁喜这才再次回到了他居住的宫殿。 等一回去, 他便拆人将云喜叫了过来, 然后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低头在他耳边说着自己的计划。 听完他的话, 云喜顿时小脸一红, 微微促着眉毛看向他们的王妃。 有些纠结的, 想要再次开口确认一下。 但魁喜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拍向他的肩膀。 一脸认真的看着他, 你不必夺虑。 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于是, 他只能走到下方, 朝着魁喜磕头行礼, 是奴婢遵命。 经历了一天繁琐的事, 终于迎来了美好的夜晚。 处理完今天的事后, 冥王在侍女的服饰下, 换了一身新的衣服。 然后, 走在回寝宫的路上。 身后的侍女们, 则各个提着一个红灯笼, 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来到寝宫门口, 他抬手俯上大门, 朝里面说了一句, 爱妃我回来了。 没想到, 在他走进去以后, 发现里面已经熄灯了。 而踏上的沙帘也落了下来。 他有些疑惑, 这么早就睡下了。 接着便静止走到了床边, 看着被子里那微微鼓起的身影, 神情中充满了柔情。 随后他掀开被子也钻了进去, 看着他熟睡的的身影, 假装训斥他, 居然不等为夫自己先睡。 看来, 本王得好好惩罚下你了。 说完他附身凑到魁喜的肩膀处, 然后便顺着肩膀开始, 往下温柔地亲吻起来。 然后他将身下的人翻过身来, 继续朝着他的脸颊开始亲吻。 但接着他就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 魁喜你今日怎么如此安静。 等他抬头看向面前的人的身形后, 顿时惊讶了一下。 于是他直接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腕, 将他翻过身来。 而魁喜也被这手腕中传来疼痛, 忍不住发出一声叫喊。 随后, 他又一脸羞红地看着眼前人的容貌。 在看清身下那人后, 他顿时皱起眉头, 怎么是你。 然后他迅速闪身离开, 扯过一旁的衣服, 遮掩住自己的身体。 接着便离开了床榻穿好衣服。 魁喜用被子遮住自己的身体, 神情中充满了哀伤。 王上是奴婢, 哪里做得不好吗? 此时, 冥王已经穿戴整齐。 在听到他的话后, 顿时无比气愤。 放肆, 你怎么会在王妃的床上。 魁喜坐起身看着他的背影, 然后才开始解释。 回王上, 王妃娘娘娘太冷了, 睡不着。 便令奴婢为他暖床。 听到这话, 他更加生气起来。 岂有此理王妃呢? 此时他心中无比怀疑, 魁喜是不是真的想要养女宠。 见王上如此生气, 云琪也不敢再多说别的。 急忙告诉他, 王妃娘娘说晚膳吃太饱。 想出去散步。 冥王听到他的话, 心中顿时开始担心起来。 不好他凡人身躯, 不能再幽界, 吸入太多的寒气。 想到这他也顾不上穿外袍, 立即大步往外走去。 身后的云琪见状, 急忙关心地朝他大喊。 王上, 夜里风寒, 你要去哪儿? 冥王从寝宫出来后, 便静止朝着山上走去, 打算去最高处看一看能不能发现他的身影。 而此时我们的魁喜, 正带着他的小丫鬟, 走着崎岖的山洞。 兰兰拿着灯笼, 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娘娘我们还是回去吧。 王上要是知道了, 会生气的。 魁喜听到他的话, 直接就拒绝了他。 不行, 现在回去可就坏了大事了。 只见他们脚下的山路越来越崎岖, 兰兰一想到王上知道了, 顿时害怕起来。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 魁喜看着前方的光亮露出一丝笑容, 而兰兰则一脸的担忧, 王上不准任何人进入这里。 从来没人敢来的。 听到他的话, 魁喜更加高兴, 那不正好躲在这, 就没人能找到我们。 突然他看向上空, 神情猛地一变。 原来是前方的空中, 有一抹亮光出现, 并且还有无数的小亮点落下来。 此时的明欢站在一处山崖边, 他看着远方, 身边则随风飘落出无数的花瓣。 紧接着, 他又抬头看向上空中幻语弓的方向。 神情中充满了落寞,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随后他又拿出一个散发着小亮光的东西, 只见那片小花瓣在他的手心中, 开始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等那些小亮光都飞起来后, 那片花瓣便又缓缓落回到他的掌心中。 幻语弓坐落在一个单独的山上, 这里常年无人, 虽然无人居住, 但这里却是整个幽界最美的地方。 此时, 魁喜带着兰兰终于走到了这里。 他们两人顿时被这幅景象震惊住了。 幽界竟有这样的地方, 不知以前谁住在这里。 兰兰也表示, 他第一次看见幽界开着这样的花。 魁喜继续往前走着, 虽然这里寂静清冷, 想必以前的主人把这里打理得很美。 等走到走廊里后, 一阵大风向他们吹来, 兰兰急忙开口, 娘娘您在这里等, 一下奴婢, 奴婢去找找可以使用的东西。 魁喜让他快去快回, 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害怕。 随后, 他自己看着这漫天的花瓣, 心想幻宇宫是因为这漫天花雨而得名吗? 就在他站在走廊处欣赏这美景时, 身后突然响起一阵喀拉声, 顿时把他吓了一跳。 他急忙朝后看去, 但见身后空无一人, 于是他大喊一声是蓝蓝吗? 但却无人回应, 这让他更加害怕起来。 于是, 他又继续往那走去, 看着那空无一人的走廊, 再次开口, 蓝蓝是你吗? 但依旧没有声音回应他, 他便小心翼翼地走向拐角处, 探出半颗头颅吗? 想要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 但没想到他刚把头伸出去, 额头便立即被猛地撞了一下, 直接把他撞得眼冒惊心, 发出一声哀嚎声。 他睁开眼睛看到是蓝蓝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差点把我吓死。 蓝蓝见状急忙开口, 奴婢该死, 娘娘您受伤了吗? 魁喜摸着自己胸口, 关心地看着他, 我没事你有没有摔到哪里。 蓝蓝此时也回过神来, 急忙摇摇头, 奴婢没事谢娘娘的关心。 接着, 他高兴地拿出身后的火炉, 娘娘您看奴婢找到了炭炉, 这下房间就能暖和起来了。 然后两人便找到, 一间有床的屋子走了进去, 娘娘快进里屋去别着凉了, 奴婢这就去烧水给您泡个脚。 魁喜提着灯笼走进来后, 便冻得他又打了个喷嚏, 忍不住吐槽这里怎么这么冷。 蓝蓝一手拿着炭炉, 一手接着灯笼, 然后向他解释, 娘娘您有所不知, 幽界都这么冷, 入夜后会更加阴冷。 听到他的解释, 魁喜有些疑惑, 那为何我在幽云宫感觉不到这么冷。 此时蓝蓝正在鼓刀着炭炉, 那是因为王上吩咐, 要在娘娘的幽云宫中, 各处都放上暖浴。 还有您沐浴的冰泉, 也是放了暖浴。 魁喜听到他的话, 一时有些正愣住, 没想到明欢竟然对自己如此的好。 只见蓝蓝一边给他炮脚, 一边夸赞他们的冥王, 王上对娘娘可真贴心啊, 奴婢好羡慕娘娘。 但魁喜却很是不理解, 猝起眉头一脸疑问地看着他, 有什么好羡慕的?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这句大猪蹄子立即让蓝蓝疑惑起来, 他抬起头看着上方的娘娘, 然后开口询问什么是大猪蹄子。 一想到明欢是大猪蹄子, 魁喜便越发生气, 接着便向他解释, 意思就是只要是美女, 就谁都可以。 听到这个解释, 蓝蓝却更加困惑起来, 一脸不理解得看着魁喜。 可是奴婢从未见过王上对哪个女人这么好过。 魁喜似是有些无奈, 便告诉他小姑娘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可得小心这些男人。 见王妃依旧秉持着, 他们的冥王是大猪蹄子的想法。 蓝蓝只能呵呵一笑, 急忙顺从魁喜的想法。 等全都整理好后, 蓝蓝把她的衣服挂在一旁, 娘娘您安心休息一夜吧。 不用怕奴婢就睡阁屋那张塔, 有事您就换奴婢。 随后魁喜便一脸安心地躺在了榻上, 闭上眼睛开始休息起来。 但她过了一会儿, 又再次睁开了眼睛, 因为她现在毫无睡意, 他们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她在脑中开始想着他们两人的行为。 顿时更加地清醒, 只见她紧紧地拽着身上的杯子, 神情中充满了哀伤, 她要是发现不是我, 会不会生气呢? 不过她还是止不住地想着, 他们两人此时地在做的事情。 她越想越伤心, 随后紧捂着自己的脑袋, 想要控制着自己不要再想那件事。 我应该高兴的。 明明离回家又进了一步, 但她越想控制着脑袋不乱想, 就越会往那里想。 不一会儿, 她就把自己的秀法, 抓成了一团鸡窝头。 就在她翻了个身, 打算继续强迫自己的睡觉的时候, 突然发现枕头吓得一样。 于是她立刻爬起来, 把手伸进枕头里开始摸索。 心想这下面是什么东西。 等摸到那东西拿出来后, 竟然是一块玉佩, 等她仔细看上面的花纹后。 发现刻画的花纹是一只小狐狸。 然后她再次躺在床上, 欣赏着手中的那块玉佩, 越看越喜欢。 心想这玉佩真好看。 不知不觉中, 她觉得眼皮突然变得异常沉重, 随后便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正当她睡正香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她耳边响起, 一直叫着她的名字, 葵喜。 接着, 她便缓缓睁开眼睛, 朝着那声音的源头看过去。 是谁在叫我? 等清醒过来后, 便见坐在她面前的人正是明欢。 此时她眼睛直直地看着她。 你怎么躲在这里? 为夫整夜到处找你。 见到来人, 葵喜急忙坐起身, 然后开口询问她。 你怎么找来了? 你不是应该。 不等她说完, 明王直接就打断了她。 应该什么, 应该和别的女人睡吗? 你以为让那女人假扮你, 就能骗过本王吗? 说到这她张开手, 缓缓地将把葵喜连带着被子, 一起搂进怀中,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你就那么厌恶我吗?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说完便一直看着她, 神情中充满了哀伤, 但又肆在压抑着什么。 葵喜也抬头看着她的眼睛。 心想, 虽然明王真的很帅, 身材也很好。 深邃的毛子里燃烧着火热的深情。 可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 那个世界有我的家人, 我的工作, 我的梦想。 不等她继续想下去。 面前的人竟然直接稳住了她。 明欢用手捧住女人的小脸, 促使对方的脸蛋面对自己。 随后极其温柔地俯身稳了上去。 葵喜感受男人越来越收紧的双臂, 令她在内心大喊可恶。 这家伙力气怎么那么大? 完全动不了。 男人的气息越发紊乱, 强迫自己抬头看向怀中的。 葵喜, 并在她的耳边低语。 你并不讨厌我, 不是吗? 葵喜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小脸羞红的娇声喘气, 与此同时的男人忽然悄然低头, 一寸寸亲吻她的锁骨。 她瞬间沉沦在对方的温柔箱中, 不知不觉地微微勾起自己的大长腿。 这时明欢猛地坐直了身体。 她的身上出现了两只小鬼的手, 声音飘渺地呵呵冷笑。 你根本配不上明欢。 葵喜瞬间恢复了所有意识, 蹭个一下抓紧被脚坐起身, 十分愤怒地大喊是谁? 是谁在那里? 黑色的鬼魅小手还在她的身上抚摸, 一颗小脑袋在她的背后冒出来, 与她一样拥有一头瀑布式的卷发。 没想到这个鬼魅忽然抬头, 无比凉薄地扫尸一眼葵喜, 小手摸着明欢的下巴。 一字一句地解释, 我叫葵喜。 葵喜一双瞳孔顿时放大, 内心震惊地注视前方的这个女人。 她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她有些害怕地指向黑色鬼魅, 高声质问你是人是鬼。 你快放开明欢。 鬼魅面无表情地微微侧头, 你不是要回你的世界吗? 那我来取代你做明王的王妃。 葵喜只好放弃了与她交谈, 转而提醒坐在对面的明欢, 你小心那个女人。 她可能是妖怪。 鬼魅一手搭在男人的肩上, 一手突然打出一道强劲的攻击, 神情冷酷地直呼闭嘴。 你这没用的东西。 虽然被鬼嘲笑是个没用的东西, 但她现在早已毫无还手之力。 任由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之中。 葵喜不甘心地瞪大了眼睛, 张大嘴巴想要呼唤明欢。 小手慌乱地在四周来回摆动。 谁知鬼魅突然双眼射出寒芒。 完全压抑不住疯狂的冷笑, 在无尽的美梦中沉睡吧。 葵喜被迫陷入了可怕的噩梦, 白皙柔软的身体萦绕了一圈黑雾。 这种难以忍受的气息, 让她不停呼喊明欢。 兰兰原本就睡在主卧附近的偏电, 听到声音后连忙小跑过去。 无比慌乱地想要查看娘娘的情况。 她一屁股坐在娘娘的身侧, 小手安抚般摸了摸她的手臂, 醒醒娘娘懒懒在这儿。 别怕娘娘。 夜深人静的小白竟然没有入睡。 在看到幽石上面出现的景象时, 整个小身板顿时一愣。 鬼魅还未收回发动攻击的小手, 室内忽然刮起一阵狂风, 让楚在猛逼中的明欢瞬间回神。 只听见啪哒一声脆响。 她反手抓住了身侧女鬼的手腕。 明欢神情不耐地皱了皱眉, 抓住她的手猛地收紧。 你把魁戏怎么了? 鬼魅无比诧异地眨了眨眼, 利用和女主如出一折的脸摆出无辜的表情。 你不是梦境中的幻象? 明欢不留余力地挥出一掌, 却看到这鬼魅竟然化身树枝蝴蝶。 你究竟何人? 为何闯入明王妃的意识? 树枝蝴蝶在她身边扑腾翅膀, 不知哪里传来阴森森的冷笑, 令这座宫殿显得越发圣人。 明欢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 目光扫是四周挥舞翅膀的蝴蝶。 耳边的冷笑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 只见鬼魅突然出现在男人身后, 嘴角更是扯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王上喜怒您吓到妾身了。 妾身和魁戏已经合为一体。 从今往后魁戏哪儿也不去, 一心一意服侍您。 鬼魅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 竟然大胆地俯上王上的臂膀, 小脸眉目寒情地贴上她的胸肌。 明欢突然伸手揽住鬼魅的腰肢, 还未等她开口说话。 对方却直呼王上, 让妾身来取悦您。 鬼魅后背出现几片蝴蝶翅膀。 露出来的肩膀忽然感到一股凉意, 室内涌现出强大的威压。 鬼魅利用魁戏的这张小脸, 不可思议地抬起小脑袋。 这下根本不再喊她王上, 而是无情地唤她明欢。 这只鬼魅忽然扯了扯嘴角。 明欢你还真是不懂怜香西域啊。 说吧, 这只鬼魅骤然消失, 却留下了一堆密密麻麻的黑色蝴蝶, 在明欢的眼前飞来飞去。 她意味不明地盯着蝴蝶, 看着它们逐渐变成一块块碎片, 双手放在身侧没有丝毫的动作。 仅剩的几只蝴蝶内传来鬼魅的声音, 往后相伴的日子还长, 我们一定会日久生情的。 明欢看向周围逐渐清晰的景象, 眉宇间闪过一丝不爽。 只是幻想, 不知这鬼魅的原神本体在何处。 没想到, 一只蝴蝶敲咪咪的出现, 随后带着星星点点的黑色光芒, 瞬间附在她的脖肩。 明欢忽然闭上了眼睛, 上方的光辉照射进她的体内, 周身净直出现了白色的羽毛。 酷似羽毛的灵力在她体内浮现, 她的长发在此刻无风自动, 下半身竟然渐渐透明。 蓝蓝眼巴巴的看向正在跑来的小白, 无比红亮的大喊小白大人。 娘娘不知何故发烧越来越厉害了。 小白一本正经地轻轻摇头, 这不是普通的风寒所致, 有阴邪之气侵入王妃的体内。 她边说边再拿出一个宝贝, 王上现在也不在寝宫, 不知在何处。 我只能试试这法子。 蓝蓝并不知晓这是何种东西, 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东西身上。 期盼她能够治好王妃的疾病。 可是小白还没有把东西放上去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呵斥。 小白住手。 小白急忙转身向王上道歉, 微臣罪该万死。 微臣不该擅作主张为王妃整治, 请王上降罪。 冥欢快步走到王妃的床前, 法术虽然能为她暂时降温, 但也会伤及她凡人志趣的心脉。 方才本王元神进入王妃意识中, 发现一只不同寻常的鬼魅, 侵入了王妃的体内。 蓝蓝和小白二人顿时一惊。 谁也没有想到竟会遇到此事。 可想而知那只鬼魅的强大。 魁喜虚弱地躺在床上, 体内的鬼魅染上自己全身, 就连头发丝都附上了可怕的黑雾。 冥欢告知身后的二人, 她的凡人之躯承受不起如此强大的灵体。 现在她心脉紊乱, 心火焚身。 她毫不犹豫地一把抱起魁喜, 极其坚定地目视前方, 事不宜迟只能如此了。 小白突然直起小身板, 目光追随正在急速行走的主上, 您这是要去哪儿? 冥欢脚步忽然一顿, 周身萦绕的羽毛并未消散, 极有耐心地告知小白,玄金谷。 小白顿时露出了满满的不赞同, 王上玄金谷乃幽界之阴至寒之地。 就算是您, 也无法长时间抵御那里的寒气。 身为主上她当然知晓这个情况, 但余光扫了一眼怀中的女子后, 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无妨能随意闯入幽界行宫, 前路王妃的意识, 绝非一般妖魔鬼怪能做到的事。 她抱着魁喜大跨步离去, 还不忘吩咐跪在身后的小白, 去查看看到底是谁搞的鬼。 玄金谷外乃是一片极寒之地, 洞内更是连石壁都结上了冰, 仿佛这片天地间, 只剩下他们二人。 宁欢没有任何停顿地进入泉水, 双手紧紧抱住怀中的女人, 与她一同感受这池寒泉的冰凉。 可是在触及到魁喜冰凉的脸蛋时, 果断地表示不太行。 这寒泉的寒气还是太重了。 于是她把手掌放在魁喜的头顶, 闭着眼睛感受体内的灵力, 随即把温暖的灵力迅速抽出。 但她突然感受到一丝丝的不对劲, 令她有些不适的闭上一只眼睛。 颈部这灼烧的刺痛是怎么回事? 她百思不得其解地低下头, 静悄悄地注视这滩泉水。 她刚想摸一下自己的颈部, 怀中的小女人忽然有了反应, 小嘴张开轻轻冷哼一声。 宁欢连忙收回自己的思绪, 快速把手放置她的头顶, 再忍耐一下。 很快就能让你贴你混乱的灵气平息。 她极力甩去脑海中的杂念, 与怀中的女子共同紧闭眼睛。 然而在她怀中的魁喜, 竟然头朝下的开始掉落, 巴掌大的小脸上布满了恐慌。 这种令人恐惧的情景, 顿时让睡梦中的魁喜瞬间苏醒, 十分慌乱的大口喘着粗气。 她摸了摸有些抽痛的额角, 脸上的冷汗快速滑落直至消失, 内心却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噩梦啊! 魁喜抓起面前的水被一口干掉, 体内燥热的她浑身难受, 头好晕难道是中暑了吗? 她连忙把室内空调调到20度, 感受到传来的一股股冷气。 她面色这才缓和了下来, 小手扶着额头再次躺下, 背靠抱枕闭上眼睛, 心想这下舒服多了。 直到房内飘来可以的黑烟, 令她猛地睁开了眼睛, 坚挺的小鼻子微微耸动。 她心里依然有了猜测, 无比心惊的她快速把鞋穿好。 在她闻着味道打开房门时, 果然发现了外面的熊熊烈火, 噼里啪啦的火光渐渐涌入她的房间。 她快步跑到对面的洗手间, 拧开水龙头后才发现, 竟然停水。 这一连串无比倒霉的场景, 让魁喜瞬间面如菜色, 一颗小心脏狂跳个不停。 她用余光扫了眼身后的烈火, 双手死死抓紧大门的把手, 无比焦急地表示不行, 再不走就完了。 她用力按下大门的把手, 经过一系列费力的操作, 面前这道大门竟然纹丝不动。 她只好憋气走入房间, 用手扶着墙壁快速行走, 寻找不知被自己放哪的手机。 最后, 她静止来到了没被火焰覆盖的观景台, 光着脚丫踩上软绵绵的椅子。 小手用力推开面前的窗户。 她直接一脚踩上窗户边边, 扯着嗓子大喊救命。 我家着火了。 魁喜身边果然出现一人, 在她还没有看到这人是谁时, 瞬间就已经被带到了空中。 魁喜在她怀中不敢乱动, 双臂伸开稳住自己的平衡, 无比纳闷的侧头看向这位白发男人。 她刚想开口问点什么? 小眼神竟然扫失一眼下方, 整个人顿时变得不好。 魁喜一把搂住男人的脖子, 小脸快速埋进她的胸膛, 接着小声呐喊, 这可是十八楼啊。 正在冥王怀抱中昏迷的魁喜, 竟然也在她的怀中慌乱大叫, 死死抱住她的脖子, 不敢撒手。 似有所感的魁喜忽然回神, 紧闭得双眼猛地睁开, 梦中的场景与此事悄然重合。 等魁喜睁开眼睛后, 看着这四周的环境, 顿时清醒过来, 紧接着她发现自己。 正全身赤裸着, 躺在一个人的怀抱中。 她看着面前正紧闭双眼, 坐在池中疗伤的冥王, 一时间有些发愣。 心想卧槽发生什么事了? 我为什么会跟冥欢泡在水里? 只见她紧捂着胸前, 突然觉得一股冷意从脚底席卷全身, 这让她忍不住猛地打了个喷雾。 这什么鬼地方? 好冷。 接着, 她又看向依旧冥王, 见她闭着双眼, 似乎毫无察觉, 便一脸小心谨慎地慢慢往后退去。 还好她没醒, 赶快溜之大吉。 于是, 她就伸展开双手, 慢慢地朝着池边游过去, 那紧张的样子。 生怕一不注意就把睡着的冥王吵醒。 但就在这时, 她忽然察觉到, 一只手搂住了她晃动的腰肢, 这让她猛地一惊, 顿时睁大了双眼。 冥欢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奎喜, 语气中充满了轻跳。 怎么, 轻薄了本王就想逃。 这话立即让奎喜脸红了起来。 她看着面前的人急忙反驳, 我什么时候轻薄过你?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快点放开我。 这时, 冥王突然将双手放在她的后背上, 极其暧昧地上下游走着。 可本王, 对你有救命之恩, 总要收点谢礼才行。 说完便不等她有所反应, 直接抬起她的下巴, 低头吻了上去。 这突然的一幕让奎喜顿时惊呆了, 睁着双眼毫无反应地看着她。 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 她才终于反应过来, 猛地将她推开, 然后捂着嘴巴一脸无措。 堂堂冥王怎么跟个灯徒子一样, 看着她气呼呼的可爱样子, 冥王再次将她搂进怀中, 本王昭告六戒, 唯有你是本王的正妻。 夫妻之间亲密不是很正常吗? 奎喜更加生气起来, 谁和你是夫妻了? 冥王这时凑近她的脖梗处, 之前你不是也并不讨厌我这样, 对你不是吗? 面对着她的一步步靠近, 奎喜顿时开始害怕起来, 然后一把将她推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快放开我。 而冥王突然捂着自己的脑袋, 紧皱着眉头发出一个痛苦的声音, 这让奎喜当即站在原地, 不敢再胡乱闹起来。 她见她一直摸着后脑勺, 似是很痛苦的样子, 便走到她的身前, 一脸关心地开口。 冥王你怎么了? 听到她的声音, 冥王继续紧皱着眉头, 表现出一副难受的样子, 但却让奎喜不要担心, 自己就是有点累了。 但奎喜看着她此时的情形, 不像是太累的缘故, 便伸出手摸着她的身体。 仔细地查看起来, 你真的没事吗? 你全身好凉。 冥王看着她, 强忍着身体的难受, 表示不用担心。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笑声, 从他们的后面响起, 王嫂你可别被她骗了。 听到这个声音, 冥欢的脸色突然一变, 眉毛微微皱起, 似乎是心情变得不太好起来。 只见她伸出手将奎喜揽进自己的怀中, 然后才扭过头看向身后, 表情很是不高兴。 你来这里干什么? 来人正是她的好朋友月下仙人, 只见她交叉着双手, 站在洞口处, 一脸的悠闲。 是你家小白来找我的。 小白说, 魁喜不知被什么伤了元神, 问我能不能查到。 我这不就亲自来了吗? 说完还冲着她露出调皮的笑容。 而冥欢则挡住魁喜的身影, 然后才再次看向身后。 你先出去。 听到她的话, 月下仙人见此时似乎并不是谭氏的地方。 便点了点头。 好。 然后便直接转身离开, 背对着他们挥了挥手。 走时还不忘提醒冥欢, 送上门的消息, 你不要。 我可就走了。 来到山洞外面以后, 她和小白站在一起, 不一会儿就见明欢, 用衣袍盖着魁喜的身体。 然后抱着她, 从里面走了出来。 等他们两人走到她的面前后, 只见月下仙人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魁喜。 接着脑袋越靠越近, 一直在看着她, 面对着锐利的目光, 魁喜紧紧缩在明欢的怀中。 你靠这么近干什么? 只见月下仙人突然低下头, 伸出自己的左手, 开始捕算起来。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见她依旧不说话, 明欢便忍不住开口问她, 看出什么了? 别卖关子。 听到声音后的月下仙人, 这才缓缓抬头看向两人, 似乎是在考虑怎么跟他们开口。 此时明欢察觉到她好像是在顾虑着什么, 便将魁喜放在地面上, 你才刚恢复过来。 这里寒气太重, 让小白先送你回去。 然后, 她便一直目送着他们的离开, 等他们两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后, 才再次开口。 她已经走了, 有话就直说吧。 月下仙人一直看着魁喜离开的背影, 我发现她身上有射魂蝶的气息, 据我所知六戒之中, 夜魔一族有类似射魂夺射之术。 之后, 她看向一旁的明欢, 你暂时封印了那人的术, 魁喜暂时没有大碍, 还有时间追查破解之法。 明欢听到她这一番话, 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才看向她, 我会派人去查的。 这时, 月下仙人突然搂住她的肩膀, 然后凑到她的耳旁小声开口, 我还听说不久之前, 你的地宫结界险些被深渊之火攻破。 听到她的这一番话, 明欢有些惊讶地看向她, 你怎么知道? 只见她伸出手摸着明欢的胸膛, 然后看向她的眼睛, 这六戒间还没有能瞒住我的事。 明欢直接抬手将她的胳膊扫掉,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你在天界当个闲职还真是趣才。 看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 月下仙人急忙朝她大喊, 六戒之中除了贺连翼, 再无第二人能操纵深渊之火。 听到她的话, 明欢立即止住脚步, 然后侧头看着她, 你是说魔皇未死。 月下仙人缓缓走到她的身后, 我可没这么说, 天魔两族荒原之战士。 六戒众神亲眼目睹, 赫连翼行神聚散。 说到这她抬头看向上空, 深渊之火重现, 魔族又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这六戒怕是又不太平了, 明欢扭过头闭上眼睛, 这六戒会怎样我不在乎, 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好魁喜。 然后她便朝前走去, 天色不早了, 她还在等我, 我先回去了。 月下仙人急忙大喊, 我大老远跑一趟你不敢谢一下我吗? 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中, 突然响起一阵轰隆声, 接着便出现一大块粉紫色的能量。 这让两人瞬间震惊在原地。 看着那块能量的所在地, 月下仙人首先开口, 那可是地宫的方向。 听到她的话, 明欢也立即反应过来, 眼睛看着那边, 心想魁喜还在那里。 于是她立即发动法术, 打算直接冲过去。 月下仙人急忙想要拦住她, 明欢你等等。 等明欢来到幽云宫, 打开房门, 看到里面的场景后, 脑中被眼前的场景, 瞬间震惊住了。 只见魁喜正在被一群黑色的蝴蝶包围着, 身体漂浮在半空中。 于是她立即朝着床榻那里走了过去。 她看着魁喜周身废物的蝴蝶们, 心想这射魂蝶不知存在于魁喜的意识里。 也能在现实中现行吗? 这似乎不是魔族的法术。 突然面前的场景开始发生变化, 只见那群射魂蝶开始朝着四周飞去。 而魁喜则开始缓缓往下降落。 明欢急忙跑上前想要接住她, 但却被一道紫色的屏障绑住, 将他们两人隔开。 随后光芒越来越亮, 把人照得都睁开眼睛。 她看着这道屏障, 心想这是什么? 紧接着那光芒突然散去, 拦在两周面前的屏障也随之消失。 明欢立即快速上前, 呼喊着魁喜的名字。 等检查完后,明欢这才放下心来。 她神情凝重, 看着熟睡中的魁喜。 刚刚那道光芒是什么? 魁喜的元神竟然没事。 这时面前熟睡的人, 突然缓缓睁开了眼睛。 明欢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见状她立即上前扶着她的头颅。 让她躺好, 然后给她盖上被子。 这才看着她开口。 没什么你, 现在身子还很虚弱。 需要好好休息。 这边月下仙人也终于赶到幽云宫。 她看着旁边的小白, 开口询问她怎么不见明欢。 小白抬起头看向身旁紧闭的房门, 然后才回答了她的问题。 王上在陪王妃。 月下仙人顿时无比气愤。 地宫异动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自己都送上门来了。 她还守着温柔香, 真是从此君王不早朝。 刚说完面前的房门, 就被人从里面打开。 只见明欢身着一袭黑衣走了出来。 不要在这里过躁, 会吵到魁喜的。 见她走了出来, 月下仙人急忙跟上她。 王嫂没事吧。 明欢看着前方, 然后缓缓开口。 她平安无事。 随后她便直接大步离去。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月下仙人立即问她要去哪。 她表示去地宫看看。 此时屋内的魁喜则拿出一枚, 散发着光芒的玉佩看了起来。 心想这是在被子里被一同带回来了吗? 她回想起刚才的事情。 那一瞬间我似乎又感受到了, 那种严冰烈火的双重灼烧的痛苦。 那保护我的光芒是玉佩发出来的吗? 然后她缓缓坐起身, 神情中充满了柔和。 光芒包围着我那一瞬间就像在她怀里一样。 温暖又安全。 接着她看向明欢离开的门口。 这奇怪的玉佩为何会保护我? 我与她带敌有何渊源? 为何她要将我带入这个世界? 想到这她的神情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反正已经来到这世界了。 索性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这边小白来到一个石头壁砍上, 然后拿起里面的挂件仔细查看起来。 王上法器没有被触动。 然后她缓缓站起身, 看向身后的冥王。 这次的冲击似乎不是从外界来的。 听到这明欢看着他们两人, 你们守候在此, 我进去看看。 但却被月下仙人拦住了。 三千年了, 我有不祥的预感。 我和你一同进去。 明欢看着里面的洞穴, 心想我没想到紫燕琉璃会保护葵喜。 难道她在此沉睡了三千年的元神也感应到了? 想到这她便直接拒绝了她的提议。 只是赫连翼的部分元神, 无必担心。 然后她便自己走进了里面, 看着下面被无数根法术所形成的丝线, 封印在这的那道元神。 赫连翼见到她出现后, 立即发出一阵大笑。 她回来了对不对? 三千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明欢一脸淡定地看着她, 既然你元神已醒, 不妨告诉你事实, 凌玉杀死了。 魂魄已经消失了。 听到她的话, 赫连翼却露出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我等了三千年, 你告诉我她消失了? 只见她眼神犀利地盯着她, 你觉得你骗得了我吗? 我感受到她的灵气了, 就在这冥界。 见她如此执着, 明欢垂下眼眸不再谈她, 然后开口解释。 那只是她生前用灵气炼化的紫燕流离。 听到这个答案, 赫连翼紧皱着眉头, 完全不相信她的话。 不可能她的灵气如此熟悉, 如此真实。 明欢继续劝解着她, 因果轮回自是她的命数。 既然她带着所有恩怨归于虚无, 或许你也该放下一切恩怨了。 赫连翼却仿佛, 听到了笑话一般冷笑一声, 你知道我因何而死, 我怎可善罢甘休。 而明欢却直接开口, 你野心膨胀欲统六界, 逆天而行自取败亡。 听到这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逆天而行自取败亡。 幽冥之神也学那些道貌岸然的天族自欺欺人。 天尊暗淡就不想统于六界吗? 天道自有法则, 你如此冥顽不灵, 那我也只能让你永生永世, 囚禁在这九幽地宫中。 你若能再次洗尽力气, 或许有新的机缘。 赫连翼看着上空中慢慢降下来的法阵, 脸色猛的一变, 眼中闪过一丝力气。 随即便朝着上空大喊, 明欢你居然敢对我用, 就有震魂术。 话音刚落, 一道冰蓝色的法阵便将它罩了起来。 她继续大喊, 明欢你觉得就凭你这九幽地宫, 能困住我永生永世。 一直等在外面的月下仙人, 此时心情格外焦急, 在看到明欢走出来后, 急忙问她怎么样? 魔皇的元神真的被唤醒了。 看她点了点头, 月下仙人直接震惊在原地, 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她, 天哪, 这可如何是好。 随后她立即跟上她的脚步, 小欢欢这可不是儿戏, 我还是通报天庭吧。 不如交由天族来关押这祸害吧。 听到她的话, 明欢突然停住了脚步, 我且问你, 何谓明界? 月下仙人听到这个问题, 一时有些愣住, 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只见明欢看着远处的天空, 祖神创造的这个幽明界, 本就是座牢狱, 渡王魂, 囚禁邪灵之地。 我责无旁贷。 她急忙表示, 我是担心你。 这是你不必一个人扛着, 大可交由天族来解决。 将她永世囚禁在地宫, 日后怕事也不得安宁。 明欢扭头看向她, 我方才已经用旧有镇魂术禁锢了她。 只要我还活着, 她的元神就永世不能离开九幽宫。 听到这话, 月下仙人顿时震惊地瞪大双眼。 你疯了, 九幽镇魂术本就极耗灵力。 你当初就为了灵狱杀伤及元神。 不等她说完, 明欢就直接打断她, 我意已决。 这让月下仙人立马进了声。 因为她知道, 再劝下去也是无果。 过了一会儿, 便听到明欢的声音响起。 我要去看看魁喜, 你也回去吧。 有事传音即可, 不必亲自跑来。 幽冥宫地界常年没有阳光, 但在上空那些凌厉的笼罩下, 居然没有任何人感到不适。 正如我们最帅的男主明欢, 马不停蹄地赶到请殿内, 一脸焦急地查看魁喜的伤势。 没想到床上的小魁喜早已不见, 只剩下红色的被罩孤单地扑在床上。 魁喜边走边夸赞蓝蓝手巧, 蓝蓝跟在身后欲言又止, 王上交代了不让王妃您离开幽云宫的。 魁喜张开手中的那枚玉佩, 这不是要物归原处吗? 我把这东西放回去就走。 这玉佩为什么会与我发生感应? 我总觉得答案就藏着幻语宫里。 二人亲手亲脚来到幻语宫, 魁喜小心翼翼地探查四周。 这里有很多房间, 我们去里面看看。 魁喜更觉得这处宫殿很奇怪, 修建得如此华丽却无人居住。 明欢不让人靠近这宫殿, 不知藏着什么秘密。 二人慢悠悠地走到了最里面。 魁喜顿时更加谨慎地查看机关, 没想到前面竟然有扇门。 她越过蓝蓝静直向前走, 面对这扇门后才停下脚步, 随后用力一推, 这才发现木门纹丝不动。 就在她将要转身离开时, 面前这道木门竟然喀啦一声, 自己让开了一条小缝。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迈步进入, 居然发现里面设计得十分豪华。 空气中隐约可见几缕白色的香气。 魁喜忽然被这股好闻的花香吸引, 并在内心开始了猜测, 这里原来的主人是个女人吧。 透过一块块纱帘的方向, 墙壁上竟然挂着一幅画帘。 魁喜目不转睛地静止走过去, 在这张超大画像面前停下脚步。 这张大画像引起了她的注意, 更加引起了她体内没来由的共鸣。 只好瞪大双眼细细观察。 只见上面竟然画着一幅身着粉衣的美妙女。 如果离近观看的话, 就能发现这位女子长得像自己。 画中人栩栩如生, 就连她身上的配饰都是艳丽非常。 足见作画的人倾注了多少感情。 魁喜在心中小小感慨, 小手不由自主地摸上这幅画像, 并在脑海中勾勒她不同寻常的地方。 这时,她的小手像触电般迅速收回, 整张小脸难以言喻的错愕。 似乎不敢相信眼前出现的这一幕。 画像女子忽然有了各种动作, 她的周身浮现出一缕缕黑雾, 不断在她身上快速收紧。 明欢同样出现在女子的背后, 平淡无波的脸上露出十分的焦急, 宽大的衣衫在此刻无风自动。 画像女子在黑雾中拼命挣扎, 但黑雾直接吸收了她体内的灵力, 让她只有伸出一只小手的力气。 魁喜抬头仰望画像中的女子, 一滴晶莹的泪珠在脸颊滑落, 坚挺的鼻尖忽然微微开始抽气。 回过神来的魁喜却有些迷茫, 情不自禁地摸向自己的下额。 我为什么会流泪呢? 明欢突然出现在这座宫殿, 声音焦急地呼唤前方的女子, 魁喜你在这里吗? 魁喜闻眼猛地抬头, 小脸苦兮兮地转头看向走来的男人, 眼眶内还带有似落非落的泪珠。 明欢显然没预料到这一点, 自己的王妃竟然在画像前哭了, 一时间让她变得手足无措。 于是她大跨步来到王妃面前, 动作温柔地抚摸她的手臂, 眼里的疑惑却止不住地往外貌。 魁喜靠在男人的怀中, 对着她轻轻摇头表示不用担心, 我没事但那幅画不是。 接下来的话她却硬生生止住, 小嘴张张和和也不知道如何诉说, 只好把她压在了心里。 显然明欢并不想过多解释, 抱着怀中的女子轻声安抚, 我们还是回去吧, 以免受凉。 这座宫殿外从开始就飘着鹅毛般的雪花, 在夜晚中显得格外明亮。 魁喜肯定自己没有看错, 那一瞬间我仿佛感受到了画中女子的哀伤, 才会不知不觉落下眼泪。 她跟随男人的脚步走出宫外, 眼神却一直盯着那处宫殿, 令明欢不得不小声询问, 怎么了? 魁喜张开手心里的那枚玉佩, 这是我不小心误拿的。 她不属于我, 我应该把她放回去。 她还处于无比伤感之中, 没想到自己的身体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是明欢直接把她公主抱起来, 冷着一张脸定定地盯着她。 接着把脸靠近魁喜的跟前, 语气清冷却充满了不容智慧, 你是本王的王妃。 后宫所有东西都是你的, 本王也是你的。 明欢还是一如既往安静地注视她, 似乎刚刚那骨子霸气的发言, 并不是出自她的口中。 魁喜与她双目对视, 刚刚那抹伤感早已荡然无存, 此时内心只剩下了深深的感动。 明欢在她还处于猛猛的状态中, 极其迅速地带她进入马车, 留下小白和蓝蓝在马车前面带路。 飞马一瞬间飞到了空中, 静悄悄地扑上翅膀, 带着四人平稳地在上空飞行。 魁喜被男人拦在一侧的怀中, 忽然若有所思般仰起小脸, 认真注视闭目养神的明欢。 她的确有些不太对劲, 她应该是不想跟我解释那些画师怎么回事吧。 我虽然被召唤到这里, 稀里糊涂做了她的王妃, 但其实我从没想过, 明欢她心里还有没有别人。 那画中人究竟是谁? 难道是因为我长得酷似画中人, 你才会选中我吗? 反观明欢静静地坐在一旁, 单手支撑起右侧的脸蛋, 不知心中也在思索什么。 魁喜一头雾水地眨眨眼, 刚想叫醒身侧的男子, 自己的身子竟然猛地被人拽了过去。 明欢把她抱在怀中低声轻笑, 这世间还有你这样的妻子吗? 竟然看自家相公看到发呆。 她看到怀中的魁喜如此呆滞, 顿时起了一小部分坏心思, 勾着唇脚慢慢在她面前俯身。 魁喜小脸刷得一下变红, 连忙伸手把她的嘴直接堵住。 我只是在想事情,别自作多情了。 明欢反手握住她伸过来的小手, 不过最近六届都不算太平, 答应我别离开幽云宫好吗? 魁喜顿时脑中的小雷达滴滴作响, 心想她是不想我发现幻宇宫的秘密吗? 虽然她在心中已经逐步确定, 但表面还是不露出什么神情, 假装十分乖巧地点了点头。 明欢当然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抓着她的手轻轻抚摸, 一双破色的眼眸闪过一丝忧虑。 然而过了几日后的幽云宫, 外面没有任何的异动, 只有在空中飘散的点点星光。 魁喜坐在豪华的宫殿内, 眼巴巴地看向窗外的景色, 两只小手轻敲下方的把手。 明欢连续几日都没有来, 今夜肯定也不会出现, 她果然是在躲着我。 她心心念念的王上就站在门外, 身边跟着足智多摩的小白, 但到了最后, 她还是没有推开这道房门。 小白疑惑地歪了歪头, 小眼神不解地看向王上, 似乎在无声质问她发生了什么。 明欢突然静止转过身子, 不再思考要不要推开房门, 随后带着小白快步离开。 她满腹心事地来到了紫兰殿, 夜晚中的宫殿显得极其寂寥。 宫殿内已经点燃好了香薰, 小白的声音在殿内缓缓飘荡, 王上您要的望穿路都在这里了。 她的王上郑金威坐在书桌前, 神情认真地翻开这本书, 语气清冷地告知小白, 你先下去休息吧。 片刻后, 明欢抬头看向站在对面的小白, 翻书本的动作猛地停顿, 你可还有事吗? 小白恭敬地对主上鞠躬, 您正在使用对原神损耗极大的九幽阵魂术, 更该好好休息。 明欢不为所动地低下头, 你一脸郑重的样子, 我还当是什么事? 无妨,我自有分寸。 你下去吧。 明欢却在此刻想起了魁喜, 当初为了保护她, 我抹出了她所有气息, 就连我都不知道她在轮回中经历了什么。 地宫内的赫连翼被层层枷锁困住, 是为何能够感知到她回来了? 虽然我不愿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心痛, 但为了保护魁喜, 我必须要彻查此事。 记忆逐渐回到多年前, 前世的魁喜在明欢的怀中苦苦哀求, 求你不要, 我不要入轮回, 我不想忘记你。 明欢当时就已经向魁喜承诺, 放心我不会忘记你, 纵使千万年, 我也会想办法找到你。 前世魁喜根本不想忘记明欢, 就在她捧住自己脸颊亲吻时, 这才堪堪接受了这个事情。 没想到, 就在她心理接受后, 自己瞬间就在明欢眼前消失, 令男人的手中顿时只剩下了空气。 明欢就这么呆呆地坐在原地, 双手还呈现刚才抱过女子的动作。 自己眼前忽然划过两个珠子, 一左一右一上一下, 忽闪着粉红和白色的光芒。 明欢正在复盘之前的回忆, 果然发现了这两个珠子的不同, 那是混沌所的气息。 当时太过悲痛, 我居然没发现魔皇对魁喜做的手脚。 混沌所想必是随着魁喜轮回, 引入了她身体的经脉。 要想从魁喜体内找到这混沌所, 她还不曾完全信任我, 零肉合一,谈何容易啊。 幽云宫内的夜晚也是无比寂静, 只有四周挂的红灯笼在风中晃荡。 明欢静悄悄地来到宫殿内, 伸出手想要触摸昏睡中的魁喜。 显然魁喜陷入了沉睡中, 并不知晓身侧出现了男人, 并且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明欢刚想俯身吻上她的唇, 身下的女子忽然缓缓半睁开眼睛, 懵懂地呼唤明欢的名字。 明欢早已顾不得对方是否还在生气, 脑海中浮现出混沌所三字, 令她不由自主地吻上了女子的嘴唇。 魁喜一脸动容地搂住明欢, 十分热切地回应她的动作, 室内不断挑荡而人轻微地呼吸。 达到回府的小白并未休息, 反而跟随主上来到了幽云宫外, 在极远的距离又停下了脚步。 ORENS J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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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